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三株 我现在正在开放的 蒸汽蝴蝶兰 这个蒸汽蝴蝶兰 其实是原生蝴蝶兰的 primary hybrid 也就是说第一代杂交品种 也就是它的杂交 是没有那么复杂的 它的母本就是 两种或者最多 就是几种吧 就是原生蝴蝶兰的杂交 今天给大家看的 首先看 这一株它的明签 在这里 然后另外一株的明签 跟它颜色差不多的 都是这种紫红色的 明签在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看得清楚 我就不读出来了 第三颗的话 我没有这个 tag 但是它的名字 写在这里了 这株的话是 很有特点的 就是因为它的红色 而且是特别深的 那种红色 因为它是 它们都是珍奇蝴蝶兰嘛 所以 都是有香味的 但是我感觉 像这一颗 Jennifer的话 它的香味 是有点 那个 刺激性的 反正我家里人好像是 不太喜欢这种味道 但是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这一颗它的特点就是 花挺多的 你看 它现在正在开着的 一共有四颗花开着 其中还有一个花苞在这里 花香很浓郁 特别是我把它 现在因为拿在室外拍视频 有点阳光 就更香了 这些珍奇蝴蝶兰 和我的其他蝴蝶兰一样 其实我是 都是放在室内养的 现在因为是拍视频 所以把它 就是暂时的拿到外面来 这一颗的话 也跟那个 Jennifer那颗 品种是一样的特点 也就是说它 多花性很好 你看这里我一共有 多少个花件 12 3 4 只有一共有六只花件 其中有五只花件上面 有花苞 或者有已经开放的花朵 只有这一只花件 还没有花苞 其他的话 都或多或少的 都有花苞 所以它们一起开放的时候 还是挺壮观的 而且香味 就是徐徐 那个随风飘来 还是很惬意的 像这另外第三株的话 这一株 我刚才介绍过就是 它剩在这个颜色 颜色非常的明亮 主要是这种深红色的 蝴蝶兰 还是比较少的 然后我这些 珍奇蝴蝶兰 都是放在这个桃蜜 半水培里面的 你看看 我给找一下看看 有没有那个 像这一颗的话 它的根的话 就基本上插在这个桃蜜里面 所以从这个侧面看上去 看不出来有多少那个根 但是像这一株 因为它那个花件很多嘛 就说明它肯定是根系很好的 我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根长得怎么样 首先它这个 这里外面长了一些气生根 这些气生根都是有水晶头的 长得非常好 其中有些的话 就已经要扎到那个植料里面去了 然后这里还有一些 正在发的那些新根 然后看一下里面 看这根多好 长得多壮 再看一下另一面 看有一些那个水晶的那个根的那个根头 希望能看得更轻松一点 我这么拿着 然后有一些根你看已经是 这样 我把它放这 你看有些 我这里是透气孔嘛 然后它有些根已经长到那个 除水层那里面去了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以前介绍过很多次 有一部分根你看扎到这个水里面 也没关系 因为它这个除水层之上 是非常透气的 这就是淘榴拌水培的特点 也可以说是好处吧 然后既保证了它有足够的 那个湿度 又充分保存了这个透气 所以它特别适合这个 这种有气盛根的那个 兰花的生长 再看一下 哇 这个确实很香 我在这个拍视频的过程中 就 会闻到这个非常浓郁的香味 最后再给大家 展示一下它们美丽的绽放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这个 频道有意思 或者我的视频对你有用 欢迎大家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